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八十九页 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行 五盖中就有一个睡眠盖 八禅中就有一个睡眠禅 刚刚讲那个五盖 参称睡吊仪 这五个盖 可以盖父自心的光明 令显得没有光明 变成无名 无名就是鱼翅了 参称睡吊仪 那个疑是疑烦恼 而不是禅中所说的疑情 疑情是好的 疑情是开始有点疑 然后疑这个视为当然 什么视为当然就是众生以置业贡业的习气 业习力所成的视为当然的事情 开始觉得好像有问题 这样子 因此而找出这个 就是说 大开元节 开悟了这样子 所以跟那个疑凡老是不一样的 好 好 那个是讲这个五盖 那 那个禅有八禅 八禅喔 无禅不愧 这八个烦恼啊 这个八个烦恼叫做八禅 那为什么叫禅呢 因为这八个烦恼啊 无始劫来啊 一直都是禅在众生的心上 那都不离去 所以没有办法把它断除 就成为禅 那这个具体的讲 就必须要讲说 无禅禅 无愧禅 祭禅 奸禅 悔禅 绵禅 昏 昏臣禅 吊举禅 这样的 好 所以因为有这八禅的关系 令众生 这生生世世都烦恼 而且这个禅啊 跟其他的烦恼又不一样 这个 你其他的烦恼 这个 他没有那么深沉 而这个禅啊 是 通常是 一维斯讲 就是 他是种子 棉伏 他是种子 棉伏于八四 这四写不下了 棉伏于八四 所以他是很深沉 很深藏的东西 所以他的形象很悠盈 很难断掉 所以 唯有什么时候可以 这个离禅呢 离禅府啊 这个禅就禅府了 离禅之府 那就是要得果 或是断货 开悟的时候断货 那个时候才真正的离禅 也就是说因为这是算是习气的一种 好 接着 他们如果是完全假立的话 而没有自体 那就不能够起 丐跟禅的作用 所以你看不可思议啊 这些烦恼啊 他有盖 覆盖 跟禅绕的这种作用 所以确实是有的 这个众生的心 心体 跟心体的用 这不可思议的 所以只有佛如来的大智慧 才能够造见这一些烦恼 这一 其他一些 有智慧的人 看都没有看过 听都没有听过这些东西 对 更何况说要断他了 又因为他们是与心相应的心手法 所以 并不是无体 因为 心有心体嘛 那 跟他相应的心手法也一定有心体的 因为心是有心体的 跟他相应的也一定要有体才能够相应啊 而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是一个实在的东西 所以才说断烦恼嘛 对 如果他不实在根本没有的话 那你断什么 不用断嘛 对 所以我们口口声声的喊断烦恼 那为什么要断呢 因为那些烦恼是有体 就是说你如果 如果是喊断烦恼的话 那就是已经是肯定那个烦恼是有体的 对 才需要断 如果媒体 真的媒体的话 无体的话 那就有如幻化 完全是幻化 那么根本 你坏化了 那你怎么断 就好像灰溅斩空气一样 灰溅斩空 你把虚空断成两半了 对不对 不可能的是 所以讲断烦恼 就是说这个烦恼是有体的 有体 既然有体就是有用 那我们为什么要断烦恼 不是因为他的体 而是因为他的用 对不对 因为他会起作用令我们烦恼嘛 如果他有体 他并不产生作用 那没什么关系嘛 我们要和平共存嘛 对不对 可是因为这个烦恼 他会起作用 会令我们很苦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断那个烦恼的苦啊 对 所以才需要去修一切的道 要断它 所以你看我们大圣 那个四孔四愿 菩萨四孔四愿 众生无边四愿度 烦恼无尽四愿断 那为什么烦恼无尽四愿断 你看大圣菩萨也是要断烦恼了 小圣要断烦恼 大圣也要断烦恼啊 对 所以不是说大圣就不用断烦恼 对 那你不用断烦恼 那你就一直烦恼嘛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断烦恼 那如果讲到断烦恼 那就维士学也是大圣的法 对不对 那维士学就是跟它等于是补充它啦 这个为什么断烦恼 因为烦恼有体 有体而且它有用 所以现在就研究它的体跟用 体用性向都了解了 然后才可以去断它 对不对 那我们平常讲说烦恼无尽四愿断 那那个就好像很抽象了 烦恼那到底是什么烦恼 那就很抽象 很暧昧 很不明了 对不对 可是你经过维士学的 这整个这一套一看 这烦恼的体向性用 体用性向啦 这都很铺沉的很清楚 很仔细 很维系 然后让你知道烦恼 那是什么 这个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你要克敌自身 你一定要了解你的敌人 所以了解烦恼 烦恼什么敌人呢 烦恼贼 你要杀贼 对不对 阿罗汉名为杀贼 对不对 所以你要杀烦恼贼 杀六贼 那你必须要知道这个贼性是什么 贼性是什么 贼体是什么 对不对 然后才能够去进行 脚除的工作 所以我们这个正体字一定不浓费 一废楼 这个佛法都不容易讲了 这念脚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简体字不知道怎么写也不晓得 但是不管他怎么写 你又写成不一样了 你就不懂他的意思了 对 所以你要搅除六贼 那你必须要明了这六贼是什么 他的体 相性用都要了解 那维世学是研究什么 就是研究这些 那一切都是 都是在研究这个心事的一切的功能 作用 组成 然后他的构造 构造 组成功能 运用 升起 消灭 这种种项 所以你才能够去真正的去对付他 所以不会烦恼一来 然后就全身无力了 任他摆布了 是不是 所以明心还有好菩萨 那你要明心就要明摇这些心性心相 那真正能够完全了了之的 那就是要研究维世学 所以这就是维世学重要的地方 以及了不起的地方 让你真正透达你自己的自心 那你透达你自己的自心 那一切众生心都是一样 好 往下看 九十页第二个 第二个 寻事 寻 等一下 刚刚毁 讲过毁 讲过税 那么毁 税 寻事 这四个叫做不定法 对不对 那回头再复习一下 这不定法的意思就是说 这四个法 它的性质 性质是指善恶无忌这三个性质 它不一定的 你要看情况 所以 譬如说称恨 那绝对是 你很肯定的可以说它是恶的 对不对 那么信 那么就是善的 对不对 那 可是这毁税寻事就不一定 它可以是善的 可以是恶的 可以是无忌的 这样子 那么睡眠也是一样 是善 可以是善的睡眠 那就是说 到了晚上 累了 然后休息一下 那这个休息一下 真的是一下 真的是一下 这一下不是八小时 那世俗的学说说 这个藤人一天要睡八小时 这个佛法都不认为是这样子 佛法是要怎么样呢 修行人要 初月分情形精进 后月分情形精进 中月分就可以休息一下 所以 那么 所以大概是两三个小时 哇 吃掉了 对不对 所以 那如果这种 大三根人 那大精进的人 就 初月分 中月分 后月分 情形精进 哇 那这真的死了 对不对 这没得睡了嘛 所以 你看 睡眠 如果睡眠不足 算是很苦 对不对 所以 所以睡眠不足的时候 宁可去睡也不要吃 没关系 对不对 就贪睡人就一定是这样子嘛 嗯 好 所以适当的睡眠是好的 可以恢复体力 然后再 再恢复精神 然后再继续用功 然后 睡了太多又变成不好 对不对 那如果勉强的不睡也不好 为什么不好 你知道 因为你看 好 你就忽然发了一个有猛心 那我今天就是 要用功到两点 然后 结果四点半要起来 我四点要起来 只睡了两个种 结果呢 就是很后悔了 很后悔 然后 然后眼睛睁不开 然后 就一定想办法把它扳回来 结果本来是一天睡六小时 结果要睡八小时把它补回来 不是说睡了两小时 少睡四小时吗 对不对 所以要睡六小时才觉得没吃亏 就因为什么连本带利嘛 对不对 两小时的利息 好 往下看 所以这个行事也是一样是不一定的 就是他的善恶跟无忌不一定 寻就是寻求 寻就是寻察 初心明寻 细心明寻 好 这个都是什么 这个是在禅坐中的境界 一般人是没有这个境界 一般 这样子 你看这里 什么叫寻呢 寻就是你 打坐 然后静下来了 静下来 心已经稍稳定了 然后 但是呢 他还是会起攀缘心 还是会起攀缘心 然后就好像人 坐在大厅里面 那 偶尔会觉得 好像外面有人 就出去看一看 这叫寻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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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坐在这个大厅里面 然后 就 可是还是 还是想动 所以就出去 大门 常常出去大门 这样张一张 望一望啊 听到什么 声响 就去看一看到底有什么动静啊 谁来了 这样子 那叫寻 回去找 所以这心还没完全定下来 那 寻呢 就是 心已经定下来 而且也不到大门去找了 可是就坐在大厅上呢 等待 等待什么东西发生 守株待兔啊 就是等待 有所期待 就是寻 所以那个心还是有维系的动 在期待的那种动 那 那个寻呢 是不只是 这个 这个 消极的期待 而是积极的 去找 还是会打妄想 就是了 所以心还是会跑掉 那叫寻 所以出的 心的出的作用 叫做寻 这是指定中 你知道吗 不是 不是普通的时候 这个寻 寻心所不是普通的时候 是在定中 然后是呢 就心还没那么定 就对了 在定中 但是还没那么定 所以他还会 起心攀缘 叫做寻 那心已经不攀缘了 但是 还是有所期盼 那叫做寻 所以就不要维系 第二行 成为是论上说 寻为寻求 令心充具 寻就是寻心所 寻心所的意思是 他会寻求 也就是说 他的作用会令 我们的心充具 充就匆忙 因为他早 早就会很匆忙 很匆匆忙忙 来来去去 句就是 很快速的意思 所以 于意 言尽 初转为信 这意 下面你打个顿号 意思就是说 在意 就是意识 言就是言语 在意识 跟言语的境界 或是 近事 事情的事 初转为信 也就是说 在自己的心意 以及言语的这种境界 为什么说言语 因为一切 所有的思维 都是言语 对不对 都是言语构成的 没有言语 就没有办法思维了 所以 在言语的境界上 那初转 转是转 什么意思呢 转就是转生 也就是造作的意思 转生造作 由于这个寻心所的作用 令我们这个心 在这个意识 以及在言语的境界上 很粗的去运转 去作用 那这个事 就是视察 令心充惧 以预言进 细转为信 所以 这个 视察 这个事 视心所 虽然 他已经 就是说 比较为细 然后也 不跑那么远 可是 他的那个动作 还是很充惧的 只不过 他比较为细一点 这样的 此二 据以安不安住 身心分为 所亦为业 十二 就是 这两个法 这两个心所法 就是寻跟寻 这两个心所法 据以安不安住 安 这 打个顿号 都是以 能不能 令 心 身心安住 能令心安住 或者是令心不安住 则分为 所亦为业 要令心安住 要 依于 寻 寻 不令心安住 也是 依于寻 寻 那么 因为这个寻 寻 不一定是不好的 因为 比如说你要起官的话 那 或是你 修任何官 那你不是要去圆 那个一个境吗 对不对 比如说白骨 白骨官 你心要去圆白骨 对不对 那就是用寻事的作用 所以寻事等于是说 思维啊 心的思维 是以寻事 为 为 它的背后的那个体 或者这样说 你就容易懂了 思维 是一个作用 但是 寻事 是 这思维的 驱动 层次 这样的话 是它的动力 如果你没有寻事的话 你心思 或是思维 就不能 不能够作用 这样的话 所以它是更加的根本 所以你看这个 佛法 维持学 分析的很细 好 所以你要令 如果你心不安住的话 那你就是圆一些散乱的境界 继续视察散乱的境界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令心安住 就视察这个 这个清静的境界 圆 白骨官 不敬官 或是佛的相好 等等 或是 佛像的 这种种的 清静 那都是寻事的作用 所以 能够令心安住 也是寻事的作用 所以心能够安住 是依寻事 所做的业 并用私会 一分为题 所以 所以 并就是 同时的意思 同时也用 私 私是心所 会 是会心所 这两个心所 所以你看 这个寻跟事 你刚刚听我那样讲 好像说寻事是不好的 事实上 寻事就好像意识一样 意思他可以造恶 也可以造善 对不对 所以 意思不只是妄想分别而已 那寻事也是一样 跟他一起作用 是 私心所跟会心所 所以 有私心所 有会心所 所以才能够做寻事 这样子 所以寻事的 它的成分 它的体 是 是什么构成的 其实是私心所 跟会心所 各50% 合在一起 就变成 这个寻跟事 就是 这两个心所的体 这样子 这样听懂吧 所以 于一言尽 不生推度 异类别故 若离私会 寻事二种 体类差别 不可得故 若 于一言尽 若于一跟言 的境界 不生推度 不去做 深入的推度 也就是 深刻的推度 异类别故 异 你可以叫个 异 异与类 就有差别 这个 如果在一言尽 在意 或是言的境界 我们不去深入的 去 去推救它的话 那么 这个 因为 他们是 这个 私与会 二心所 所成 所以 异与类 就有差别 因此 如果 离去 离开了 私跟会 两个心所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 私心所 跟会心所 寻事二种 体类差别 不可得故 因为 寻跟事 它的组成成分 就是私心所 跟会心所 所以如果没有 私心所 跟会心所 则 这个 寻跟事 这两种的体 还有它的 类别 就不可得了 因为就没有体了 接着看 这个小挂弧 下面 寻就是寻求 寻心所 能令心 冲破 极具 它是在意识 所取的明言 跟镜像上 初转 这就是寻心所的体性 事就是视察 就是守候观察 有所带而察 事心所 也能够令心 冲破 极具 但它则是在意识 所取的明言 及镜像上 细转 上面是初转 这是细转 这就是 世心所的体性 这寻与事 二法的业用 都是可以作为 安住 或不安住 的身心 分位之所以 也就是说 身心的安住 与佛 都要依靠巡视 这两个心所 来决定 换言之 心 能不能安定 必须取决于 巡视二心所 的运作情况 换句话说 你能不能得定 心能不能安 要看 这个巡视 这两个心所 怎么作用 所以这个跟我们修行 就大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呢 巡视这两个心所 虽然都是心动之相 但是并不是都是坏的 它也可以是好的 例如第六意识 虽然大都是虚妄分别 但是并非所有的意识的作用 都是坏的 那巡视两个心所 同样的 虽然是令心 能够动 动转 但众生的心不能不动 可是 要成就善念 善功德 也是需要靠 心的动转 才能够成就 对 所以心动转 不一定就是坏的 你要成就功德 心里也是要动转的 要不然就辞死的 也不会有任何的功德产生 接着下一页 九十一页 寻与四二法 都是用私心所 跟慧心所的一分为题 而两者的差别是 在意识所原的明言 与镜像上 有深推度 及不深推度 的差别 这以私心所为体的 是不深推度 称为寻 以慧心所为体的 是深推度 称之为寻 这两种 在义理上 就有这样的类别 如果离于 私与慧 这两个心所 那么 寻跟四 这两个法 它的体性 的类别 便不可得 换句话说 就是 寻跟四的体性 类别 完全 与私与慧而定 好 接着看 下面一条 注释 二个二 这维世学的 那个记者就这样子 常常看 你若不看注释 一头雾水 对不对 二 就是此二心所的 也就是寻跟四 各二 各皆有二种性 下面那个二是二性 上面那个二是二心所 这两个心所皆有两个性 一成为诗论来说 有一家说 这一诗是指寻与寻 各有染污 及清净 二类的差别 也就是 清净寻跟染污寻 清净寻 跟染污寻 这四种 第二家这说 这种解释不合正理 因为回与绵 也有染净 二种 其指是指寻跟寻而已 而应该说 正如前面所说的贪 愤等诸染心所一样 有根本烦恼跟随烦恼性 同样的 这行与寻二法 也各有不善根无际 甚且 也各有现行的禅 与种子的随眠 这个随眠 这意思就是 随的意思是随足 随足什么 随足众生 也就是 这些烦恼 这生生生世世都跟着你跑 就随足众生 绵呢 绵浮于八世 所以 他的沉浅在八世里面 所以 所以 禅跟随眠 也都是烦恼的 另外的名字 啊 义名 啊 但这个 禅是指现行 他现行 他会缠住众生的心 令他不得自由 所以叫弹 随眠呢 是种子 种子 因为就是习气 他就是随徒众生 绵浮于八世 对不对 所以他是种子 他是浅浮的 所以 用生物学就是说 这是隐性的 这是显性的 隐性的 种子啊 是习气 称为随眠 他如果现出来的 叫做禅 他是现行的 那这个随眠啊 禅我们刚讲过有八禅 对不对 那么 就是 祭天毁眠分调 加上无产无愧 那这个 那随眠有六随眠 有七随眠 有十随眠 乃至于有九十八随眠 六随眠就是六根本烦恼啦 就是贪嗔碎吊与二贱 就是六随眠 那 七随眠呢 七随眠就把贪嗔碎吊与二贱的这个 第一个贪啊 扩通为两个 是玉贪跟有贪 所以贪就变成两个 玉贪跟有贪就变成 所以变成七 七个随眠 那玉贪是什么 玉贪就是玉界贪啊 有贪是什么 就是色界无色界贪 那 所以把三界的贪分两个 一个是玉贪 然后一个是色界无色界的有贪 然后这个十随眠 再把那个贪嗔碎吊与二贱 玉贪有贪 嗔碎吊与二贱 那个贱字 再把它变成五贱 那就变十个了 就把这个二贱啊 变成三边斜贱曲借进曲 这五个 一二三四五 这样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 这种方法就十个了 好 所以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 十 所以这就是色随眠 这样 伸就是伸箭 边就是边箭 斜就是斜箭 箭曲就是箭曲箭 借进曲就是借进曲 箭就都加个箭就对了 就从这二箭化成 把它分开来讲 广说变成身边斜箭静 斜箭静 身边斜箭静 斜箭 身箭就是有身箭 认为身是实在的 就是身箭 边箭就是有无箭 也是断长箭 就是两边嘛 两边之箭 有箭或是无箭 断箭或是长箭 都一样 这都边箭 斜箭就是断灭恶箭 就是斜箭 箭曲箭 就是一箭而取某些法 叫做箭曲箭 譬如说 譬如说道教修 阳神出俏 阴神出俏 然后认为说那样 那样就是一个正道的一个境界 那就箭曲箭 乃至于说 外道说要跟神合在一起 那种也是箭曲箭 那戒进曲呢 戒进曲就是说 持斜戒 叫做戒进曲 因为这个戒是指如来戒 如来戒所禁止的事情 而你去取 这个戒进曲 譬如说持牛戒 猪戒 狗戒 这些 然后屠灰戒 这讲过了 来自于拔法戒 拔法每天要拔头烦 他都痛 拔头发是可以 这啪头发就很痛 然后 猪戒 狗戒 就学猪学狗这样子 跟狗一样 那这当作一种戒条 不这样做 就犯了他们 那一个教派的戒 这就是戒进曲 所以种种外道的 印度很多种外道的这种苦恨 都算作戒进曲之一 那这个 所以佛是智慧 而且慈悲 你知道吧 让众生正乱修 然后认为那样子 是在修福修慧 然后修 修涅斑 那 可怜啦 所以佛慈悲 乃至于自己的时候 不可以这样做 这样做就犯了佛戒 乃至于你不是说我们 道教的那个基童 不是在银神赛会的时候 拿了那个针球 这样打 全身都是血 然后拿那个刀 那边砍 砍了全身都是血 然后认为就是灵魂附体 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那个算是戒进曲 这样的话 所以这还稍微解释一下才行 对 对 然后 这个以基童来讲 基童 神灵附体 然后为人治病 那认为说那个是好的 是在行善 等等 救世 那是见取见 是犯了见取见 还有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是道教 有一些是基督教 然后 他们 他们在聚会的时候 然后就摇摇花 然后就好像 好像 哎 怎么样 不是说 着迷了一样 那 那有的还跳啊 跳啊 这样子 认为那个是很好的境界 见取见 那就是见取见 乃至于你有没有看那个 那个 基督教 哦 大家一起手记起来 很陶醉的样子 好像 哦 神就在我身上 就在我旁边 哦 见取见 所以 光讲这些名词好像没什么用 要举出实例才知道 对不对 啊 还有呢 这个 十多年前哦 快二十年了 那时候 什么 应该是二十多年前了 有一派哦 这个 在美国很昌盛 他们是从印度去的 他们就要打坐 哦 然后为了要 要练这个悬浮 悬浮什么 就是 坐着然后 身体会 会 离坐而起 然后飞起来一样 然后 停在半空中 哦 这样子 那 听说如是啦 但 是不是真的能这样 不晓得 可是即使能这样又怎么样 也不怎么样啊 跟断烦恼了生死没有关系嘛 是不是 这是什么 那只是变把戏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我那时候在庄园市 教洋人打坐啊 然后就有人去参加这个 这叫suspension 就是 扶起来 那他曾经 有一个人曾经去学过这个 那学了以后 他没有办法扶起来 可是他就会 常常坐了以后 就会一跳一跳这样子来 然后 也没办法停下来 他反正一坐了以后 他就会 就这样子 这样 那有的呢 听他说啊 就 就会 就会跳下去 跳到那个 那个坐下 然后就好像青蛙这样一跳一跳的 这样子 我说 那你学打坐 学到跟青蛙一样 那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你学打坐 修定 是要定下来 不是要一跳一跳啊 对不对 所以啊 那我常看他常常跳 这样一跳一跳的 然后自己也很苦恼 你知道吗 他自己也很苦恼 那旁边的人也看了也 就感觉就是说他打扰也很懊恼 我就拿着那个 那个香板 我就往他头上一瞧 从此以后他就不敢跳了 所以那个有点点下意识的 你知道吗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剑取剑 那 认为那是一个善境界 事实上 那个是 这个末法时期的一种魔障之一 邪魔外道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 今天 蛮有一点进度 可是虽然蛮有一点进度 所以才讲三页 一、二、三、四页 四页 我认为讲了很多了 怎么讲自在讲事业 好吧 回讲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生命了 不愿这一项稀消错误 世事长期不得报